公告竞选活动从今天正式开始了 街头上尾都可以看到宣传车来来去去的 但是今天上午在台东太马里香 有一位乡长候选人的造势队伍 其中一台宣传车却疑似因为火星喷射 引燃了爆竹而造成了火烧车 车上有一位炮手烧伤之后 紧急跳车脑袋受到了撞伤 送到医院缝了柳针 在哪里 从去马车医院的啦 在那个车子 忙着简石散落路旁的爆竹残骸 路面上还留着一整片 燃烧后的胶黑痕迹 对啊来清洁啊 用来造势的宣传车 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 原本插在车上 候选人的竞选旗帜 也都被烧掉了半面 其他候选人的宣传队伍继续前进 台东太马里香候选人陈振骏 在上午举行造势活动 但负责燃放爆竹的宣传车 却因为火星喷射 引燃车上爆竹 当时车上够用三人 一名炮手烧伤后紧急跳车 起火了 人当然要跳路了 那时候你有没有在车上啊 有有有 那你有没有跳吗 没有没有没有 车子停了才去救人了 这人的伤势怎么样 还好啦 还好 没有骨折 没有大爱擦伤 擦伤了 那车子爆肺了 还没啦 说起火烧车当时的情形 同样也在车上的另一名车手 仍至一脸鱼迹油存 被爆竹轻微烧伤 另一名车手因为跳车头部受伤 缝了六针 但目前伤势已无大碍 中天新闻静云台东采访报道